大家好 欢迎来到《妄向编辑部》的《笑声帮新闻》节目时段 这个节就有我许杉 隆续色是新西兰的儿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种类下我们这段视频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今节就说说风水术素 好 我们两个并非这方面的专家 什么大师那些 皮毛都不皮毛 不过看到近来香港的楼市 其实不单是香港 世界都是楼市 都是一样的 再加上加息的阴霾 以及大家的经济环境 都不是这么好 赚得不太多 不过看到仍然有很多人去旅行 是的 我相信很多人 已经对买楼这件事死了心 手头上只剩下了些钱 所以去旅行 当是散心 再加上过往的疫情 令到很多人很多年没得去 现在就去够本 甚至有些人 他们本来存了足够钱 打算买楼 不过在2019年的黑暴事件之后 再加上他们可能的脑子 突然灌注了一些黄色 脑子也很黄 令自己很多疑神疑鬼 看到很多朋友 移民英国 离山港人 是的 可能把这些钱 反正买楼 又怕小孩在香港 洗脑教育 赤化 又变成一个 和内地的二三线城市 没有什么分别的香港 很夸张 想想想 不如不要买楼 不如把这一笔钱 拿去移民 移民 是吗 在这么多的负面情绪 混合一碟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 很厉害 风水述素 大师级之中的大师 很懂 很厉害 出来说几句 简直是震爆楼市 没多久之前 就是诚哥 他们的亲海宅 二旗 就说要砍价 有多少钱 或者怎么样 哇 立刻令到市场的信心 出现一种恐慌 现在再加上 李居明利 他也说 九云不利炒楼 还说 基本上 就已经玩完了 香港玩完了 是什么意思 可以说这个叫做楼市 大家都知道 香港楼市 都可谓是一个 很大的命脈 甚至是牵涉到 很多持有私人物业的人 他们都很紧张 所以说到楼价跌 或者铺位价值跌 大家就会觉得很恐慌 如是者 我们看到李居明怎么说 他说 八云完了 去到九云的时候 就不再容易 炒楼 用楼宇这些东西 就令到你发财 直到九云来说 基本上是玩完 我们深究一下 什么叫做九云 其实在风水上来说 每一云有三云 一云是二十年 八云是由2004年到2023年 九云是由2024年到2043年 如是者 那这一局 就有二十年不用炒楼 二十年九屎云 是不是 听到也令人害怕 如果楼市对于香港来说 有这么大的影响 好与不好 都可以左右到香港的命运 等二十年 这么多等 二十年后七老八十 不用玩了 算了吧 一如移民吧 是不是这样 所以叫人想炒楼 就不要想太多了 也说在2024年之后 虽然未必不能赚钱 但一定会难很多 所以年轻人不买楼 寧愿租楼 这些都是一个先兆 有趣的 所以有些李居明大师的信徒 就问 移民去英国 或加拿大 会不会好些呢 那他怎么说呢 他当然不会说他回答你 某程度上 令到那些人 本来对于香港的前途 都很灰心的人 还在想走不走 那些觉得 哇 如果香港楼市 如果楼市 又再 没得升 其实 为什么呢 香港的朋友 这么热冲于要上车呢 就是希望 上到这一辆的顺风车 顺风顺水 你买一楼之后 十年八年 哇 对啊 对啊 起码都回一回 对啊 赚的钱 比你打工 一层楼放在那里 赚的钱多 比你打工 你想想都觉得过瘾了 对啊 现在 李居士 这样说到 以后的十年都不用想了 自住都不好了 要把自住的房子 卖了个租楼 好过了 是不是这样 二十年啊 就是这个九运 哇 二十年多人害怕 刚才阿唐都说 二十年 就是人生有多少个二十年呢 那当然 这些风水术素的东西 就不是叫你尽顺 因为 只是这些什么 一运二运三运四运 到九运这些 不同学派都有不同的说法 就是很多不同的派系 就算这些风水 例如李居明有一派 有其他不同的 很多的 有些有什么三运九运 有什么九弓飞升力法 接着又说 是很厉害的 其中有一页 又不知是流浪在伊斯坦 又不知去了英国 或者是被英国变化了 还说现在是藏在大英图书馆里面 或者是什么 有些学派会说到自己 我们这个才是最厉害的 或者是英国佬都藏在我们这一页 或者是什么 他们知不知道是什么 这是一件事 虽然居士说到这么差 李居明大师 不过他说香港也是福地 有维多利亚港 清澈的海水 很有趣 他也有给一些建议特区政府 叫他做多些水利有关的城市建设 例如做些泳池 一些铜雕塑的艺术品 又是做些什么金龙 或者金牛 又有散热的功效 因为现在是什么 金字出头 代表刀光剑影 交通意外 多加小心 这些经常都有的 这个是不是 他说到香港是大都会的意思 其实这些没得小心 交通意外 真的 每天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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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在是大单还是小单 对 香港人多车多路窄的话 这些密集的话一定多 就算你不多车 可能有时自己 跑到一边 冲到山边 冲到山边 冲到田 或是坏车 死货 都有的 我认为他这样说 就是因为最近 有媒体都报道 尤其是的士 有不少的 严重的交通意外 和的士有关的 我想他这样说 也是因为最近 这些报道多 照说而已 还有你说做几个金牛 什么金龙 散一下热 是不是这样就算可以了 应该做风扇更稳定 如果你要先散热 散热 还有很多都挺好笑的 当年有些风水大师都在说 你看看会展是什么灵龟 有什么是爬出海 有些又说回 在山上看来 风水不太好 有些又说 整个游轮码头 就另一回事 在对面岸那里 又不知道怎么接着龟 还说到时 整了那个 叫做游轮码头 香港的运势就不同了 最近游轮码头 整个鬼 还被人骂你的狗 没什么闻 是吗 一切惨 所以有时这些说 我们就不需要尽讯 是否要害怕到要移民呢 还有很多的 正是见游轮码头 最近都不得安宁 是吗 整了那些石游戏 那些券 给司机大佬 然后进去梁妹子走 给哪政府 是的 吵到疯了 杨用红局长 都要下去 帮忙搬行李 做这些公关烂称 还说什么 李家超要跨部门小组 有这些 很多不同的东西 所以 一个游轮码头 都搞得上特首 你说多夸张 整件事 很滑稽 我觉得 你们说的 你们这些风水大师说的 又说 有了游轮码头 香港的运势就会不同了 那些 听你说的 都不是 没运势走 走运势 是吗 很多 很多炒车 很多说得很厉害 又要好几年 又要好几年 有些说到建了什么建筑 有利 很好 运势又如何 然后 银鱼又被你们拿来说 然后 珍宝海鲜坊 又说什么香港寻户 甚至乎 连那些什么银纸 那些银纸 一旦改了 有一个 类似 好像石头的海浪 冲上去 就是香港地标 就是 突然说到嘴里 不记得那个名字 是什么 香港是什么海啸 又是什么绿沉 又是什么不吉利 很多这些 疑神疑鬼 所以大家也不需要 叫它太恐慌 还好笑 还没完 这些叫做狗运 如果根据挂象 狗运 就是狗运 就是离挂 分离分隔 隔身 改革 如果不吉利 那些差的时候 就会有革命 打仗 兵格 还是什么 如是者 那些人都听得很高兴 咦 是不是我们 时代革命 有机会再回来 来 Come on 不要笑死人 不是吧 你们还有这样的想象 这些事情 应该要说给袁公仪 听 是啊 有没有说 叫袁公仪 再用来发扬光大 因为他近来说得很厉害 他说用什么 什么 投票 来到革命 还是什么 议会 就用来光伏 就是投票 到时候去香港议会 投票就是一场革命 搞笑的 不知道是否会引伸到这里 给自己 所以那些人是很瘋 我不是说去完全否定这些挂象的东西 风水蜀素 只不过是和大家拿出来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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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都是生草药一样 看到最近新闻 哪些新闻 发生得多的 例如交通意外 发生得多 又说香港现在正在行这个衰运 叫你注意一下交通安全 你发生得多自然是这样的了 不用再说 还真正 那时候政府新的总部 有个门常开 是的 有些风水大师 那时候也会说 你有没有看到门常开 有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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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不像女人的裙子 我也想一想 哪个像个裙子 这个型 就是有利于女性 所以林郑月娥做特首 蛤?这样也可以? 喂 好 我就当你中 但是后来 林郑被人骂得飞起 又有黑暴又有什么 喂 你她做特首又怎样? 但是那个运不好 运不好 是吧 很多东西都运不好 但是你会说到这么有利 有利一个女性 这么解释 林郑初上台的时候 呼声不是挺好的 所以 但是她运不好 所以做到中途 就要做越差 这样说 兜得到的 其实你怎么说都可以 简单来说 总之笑了你肚子都乱了 这些就是信即有 不信即无 不需要她太担心 是不是真的要移民 你没有被她吓到 看见她这么说 喂 李大使也这么说 哎呀快点走 好呀 我马上去英国 或者去加拿大 如果你们真的 因为她这一句 是不是你的 压毁你们要移民的 最后一斤倒草 这个就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你们都是想找很多不同的东西 来支持你们想要移民的决定 其实都是这样的 最重要 做人都是做好自己 你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你的底子够厚 你的底气够厚 你就不需要害怕那麽多了 好吗 对 好 来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 拜拜